文昌街扫貨 这十大家具你该换了 你躺够了没啊 我们今天又没有要来卖场逛 我是想去文昌街扫货啦 虽只有短短四百公尺 却挤了一百多间家具店呢 而且它有个特色 我尬一 来我们文昌街 从你要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做 我们是都是客制化 你看那边有个正妹 她也来挑家具 年龄就要结婚了 下礼拜我老公要带我来看家具 那我今天先来选一下 跟着她来文昌街看看 现在流行什么 该怎么挑吧 沙发是扫货大宗 必败 像你比较娇小的话 你就可以再打往前拉一点 这样你做也会很舒服 单衣也可挑选布料颜色 至于书桌 只要能放笔垫 简简单单就买啦 你看茶几都不茶几了 我们有做一些改良 这个高度是可以用补垫 或者是吃东西 餐桌材质 客人最爱石木质感 石木刮伤还可以再刨 可以用十年二十年 想要挑个吧台椅 这根棒子很重要 气压棒的好坏 你可以先试看看 气压棒顺不顺 你可以给它试 床也是啊 能收纳之外 有这根棒子更重要 安全住 但我们在使用的时间 不用担心说会发生什么意外 还要有厚厚的背垫 摸在床上看电视 靠北才舒服 再来加个吊灯 制造浪漫 吊杆啊 或者说先拉线的长度 也要做一个适当的调缝 其实一盏灯它呈现它的霉感就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